如果没有的时候,那在规划阶段一并把可行性评估需要评估的项目一起评估掉 两个合并一起评估,因为它不需要去做可行性评估嘛 那如果金额很小的工程或工程案件规划实现已经很久 像水利单位常常是核酸整条做整体规划 然后分阶段实施 可能你迟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10年20年前规划的东西 你再来评估没有什么意思 或者工程,像县市政府的功能很小,时间很急迫 它根本不可能进入规划阶段 它可能工程来就是设计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就是说 设计完成30%的时候,我们要来评估一次 主要就是说不要等它全部做完 我们再来评估的时候 有些生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考量 可能要从头从做不好 那我们把它完成30% 主要就是说可能相当于接触几名设计做完 它应该考虑的多考虑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个检核 所以五个阶段不是每一个计划统统要遵循 如果是重大案件要继续完结评估的五个阶段都要做 超过查核金额的建议要做 那如果没有做可行性评估的时候可以跟规划合并办理 那更小的案件就看主管机关看什么需要 看哪个机关要办 再去办理 那评估怎么执行 评估怎么执行 就是说各作业阶段成果有执行机关 一检核项目先行制评 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跟各个单位在这个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因为每一个机关它的这个分工不一样 它层次也不一样 主要这里就是说我们是要分三集去做就对了 第一个要先制评 要先制评 制评又再送给这个执行单位的上级长官做复评 然后再送上去主管机关做评估 主要是要这三部分 那如果这个阶层比较小的 有时候可能第一级可能就叫包商来评自己评 这个各机关自己去决定 但是主要要有一个人制评 然后还有上面一个机关要复评 然后最后主管机关再来评估 因为我觉得制评的 制评的绝对是通过了 不然它怎么送出来 制评的一定是通过 它制评一定评说我这把案件通过 那上面复评的人 可能 可能严格一点稍微减分数可能也通过 那可能到主管机关就是它比较严格 可能这东西还要来修正 所以要经过这种这种这种程序来 但是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种程序来说哇这样我还要掉下来 就会有时间凉 这三集都要来 我耽误三个月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各个机关里面 作业程序 作业中间自己要去调整 那需要办理环境长评估的重大过程案件 经主管机关评估后 仍需经还评委员通过后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决定权是在还评委员 我们这个重大案件评估的结果 只是给还评过程中间做参考 只是这样子 那超过查核金额的工程案件 五千万元以上的案件 经主管机关评估通过后 需送公共工程委员会备查 那公共工程会可以抽查 可以抽查 意思就是说主管机关可能 倒是最后的决定 但是公共工程会可以抽查 那各作业阶段的成果 经过主办机关复评 主管机关评估 还评委员查 审查或公共工程委员复查 有条件通过 因为我这个评估 等下看这个评估表 它有三个等级 一个是通过 一个是有条件通过 那一个是通信检查 那评估出来如果是有条件通过 必须在设计阶段修正到通过 评估为止 才能进行施工 意思就是说 我这五个阶段 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你可以有条件通过 那那些条件 或者要修正的 在规划阶段再来做 那规划阶段 你也可以有条件通过 那些要修正的 在设计阶段再做 但是设计阶段 一定要评到通过 才能够进入施工 不是带着有条件通过 去施工 不是 设计阶段一定要通过 才能进入施工 不然的话就是会比较 会那个工作可能会很烦 所以各作业阶段的 副评及评估作业 都有主办机关 主管机关 置办 或唯有 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小组之行 你副评或者评估 你先置评 然后副评 然后评估 那副评跟评估 这两个阶段 这个单位可以 可以自办 或者他可以 请委任这个 专业人员 或者专家学者 来帮忙办理 那评估的结果 评估的结果 它会分成通过 有条件通过 及重新检讨三类 那评估是有条件通过的 工程案件 刚刚讲过 就是说在设计阶段 一定要评到通过为止 但是每一个阶段 你可以下一个阶段修正 但是有条件通过的评估结果 会应该要注明哪些东西需要修正 来需要修正 那评估结果 如果是重新检讨的工程案件 那那个阶段要重新来过 重新送过 所谓通新检讨是不及格 是不及格 所以是这样的 它结果是这样的处理 所以呢 整个机制跟各位讲了 那我想 主要是要把这个表格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这个表格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去点 刚刚讲的是它一些机制 一些机制 那机制如果大家比较不清楚 大概讲义你们看一下就知道 但是这个表格 我想我必须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说明这里有几个案件 那这个 我这个案件可能写的很简单 或者写的不是十分正确也说不定 但是只是要交代各位说 你在评估或者检核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资料 你才有办法评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资料送上来 怎么评 没有办法评 所以你自评完以后 要送去复评的时候 最好资料越充足越好 让要去检核评估的人 他可以完全了解你在做什么 那评估出来的时候 分数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 你资料都准备的不齐全 让他有疑问的时候 这一项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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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你打掉 那我这个只是 稍微介绍一下 说不定不是很完整 也说不定不是很正确 但只是要 跟各位做个参考的时候 必须要送一些资料 这个工程 这是道路生态工程 道路工程是 三支北投快速道路 可行性评估 这个阶段是可行性评估 那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背景说明 那我这里也就不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我就要去进入这个表格 我这里呈现的表格的形式跟各位里面事实上是一样 我是把它剪贴啦 剪贴都有来讲 它跟各位说明比较简单 我是把它剪贴在一起 那这个表格的设计是这样子 这个表格是把五个阶段通通在一个表上 因为这个计划刚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份表格 而且很详细 出来光道路这五个阶段 出来的表格大概就这么厚 那我们召开了这个 这个专家学者座团会 大家看到那一本说 你这边做了 没有人要给你提 他怎么这一本出来五十页谁帮你看 有道理 回去重新整理 剩下三四页 最简单 他们说三四页的话 没有包含要评估的东西 这个是最后出来的结果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 即使里面填的时候对表格的格式 表格的内容 他的评估的方法 有好的意见 都希望你们提出来 这个阶段是四页的目的 只是要检讨这个表 到底是不是要 好不好要 能不能要 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今年度就如果有派到要填的话 就委屈一下 那把资料送回来工程会在检讨 说不定这个表格完全不适用 也说不定 所以这个只是跟 我现在说明一下 怎么去填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一出来的抬头 这里有一个工程名称 是三支北投快速道路建设计划 它这个组 路管机关是国道新建工程区 第二行 它工程基地的区位 它有通过保育区 有通过生态敏感区 也有通过一般区 这条有通过敏感区 有通过保育区 一般区都有 你都把它点出来 然后这个GPS 只是你把 把你的区位把它弄出来以后 要去查的时候 比较好查 这个是填完以后 你在这个表上选 是可行性评估 因为我这个案例是在评估可行性评估阶段 如果这个案例是在做设计阶段 你叫工设计 那这个案例是在可行性评估阶段 然后过来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阶段 就是考量阶段 意思就是说你选了可行性评估 那你以后往后面的表 你就只要注意这个可行性评估 这一行里面有打圈圈的项目 你要评估 其他你都可以不管 因为这一个是在评估可行性 规法阶段 那评估出来的结果 会 评估出来的结果 80分 80分 是通过 80%以上是通过 这个80%是什么东西 80%是什么 这个地方 有一个检核栏 有一个评估 意思就是说 简核的把这个成果评出来 又交给评估 再去评一次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应考量 意思就是说你在评估的时候 在某一个评估项目里面 你必须考虑些什么东西 它有很多项目要考量 以考量 就是说 我这个 这个道路工程在可行性规划阶段 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有一个评估项目里面 有一个评估项目里面